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面 这些年的恋宗非常火 每一家平台都会做恋宗 而且还不止一档 比如怦然心动 心动的信号 喜欢你 我也是 半熟猎人 春日迟迟再出发 我们恋爱吧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你愿意 恋宗是完全可以当成电视剧来追的 因为这样的综艺真的太多了 为什么现在的恋宗会比以前的偶像剧还受欢迎呢 每档恋宗都是从众多优质单身男女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不管是外形条件还是工作背景 都算是人中蒙凤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人就算是放在偶像剧中 那也绝对是可以担得起男主和女主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观众觉得恋宗比电视剧会更加真实 最起码这些人是现实世界中的人 他们在节目中只是做自己 不用去演任何人 真实是最能吸引人的 试想一下 当你身边的朋友给你讲故事的时候 你是想要听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真人真事呢 只要是有选择的话 谁不愿意听真人真事呢 如果要是这些真实的恋宗比偶相聚还要甜的时候 那观众自然是更想要看这些又真实又甜腻的恋宗了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恋宗当中 要说最让观众喜欢的 那必须是心动的信号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第二季的奇闻CP赵奇君与杨凯文领证的消息一传出来 全网真的是都沸腾了 很多观众都说第二季是天花板 这次赵奇君和杨凯文也算是给出了最好的证明 当恋宗里的CP修成正果之后 观众自然是更加相信节目了 实话实说 单凭奇闻CP结婚这一点 就绝对能给这档综艺增加很多收视率和忠实粉丝 结婚的消息可远比那些分手的消息要更加让人关注 不知不觉中 这档综艺已经播出到第六季了 大家都知道第四季和第五季的时候遭到了很多的吐槽 以至于口碑有所下滑 为了能让节目重回巅峰 节目自然是要有所改变的 看了这一季的首期节目之后 有些话还真的是必须要聊一下 新动的新号六首播 四大升级注定能成爆款 一大问题却注定会口碑翻车 第一观察嘉宾有杨成林 杨成林曾经参加过第二季的节目 而且她是齐文CP最大的情投 现在看到两位领证结婚 杨成林自然是最开心的 除此之外 在前面五季的节目中有很多观察嘉宾 最受欢迎的要属杨成林了 一方面是杨成林和李荣浩两位之间的爱情让人羡慕 另一方面则是杨成林在节目中非常清醒 她的爱情观和对嘉宾情感的分析上让观众非常认可 在前两季的时候 很多观众就各种呼唤杨成林回归 这次大家终于如愿以偿了 有了杨成林之后 相信这一季的观察室又能有很多经典的爱情语录了 除了杨成林之外 这一季还有颜程旭 孟子义 银浩宇 何超莲 看到这个嘉宾阵容之后 我真的想问这是什么神仙阵容啊 杨成林和颜程旭 流星花园后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众剧居然会是在恋宗 虽说颜程旭不善言辞 但是看到他就会觉得非常浪漫 再邀请嘉宾这一块 这次的升级真心不错 第二 素人嘉宾多 对于恋宗来说 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素人嘉宾之间谈恋爱了 越甜越是让人喜欢 话说节目组是真聪明 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喜好 这次一下请了十一位素人嘉宾 这是第一波有十一位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后期还会再来那么一两位年鱼 说白了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可谓是升级到了另外一个级别 那么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配对的几率更高了 对于素人嘉宾来说 如果要是节目中只有三四个异性的话 那成功的概率还是蛮低的 要是有十几个人的话 那从概率上成功配对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 只要有人双向奔赴 观众就会刻得很上头 有一对刻一对 可谓是越多越让人上头 从这一季的人数上来说 那必定是会很快配对成功 所以节目能报的几率非常高 第三 有两个宿舍 以前的恋宗都是有一个宿舍 所有素人嘉宾住在一起 然而 这次却有两个宿舍 这个升级可以说是相当有看点的 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住过宿舍 可以说一个宿舍就会成为一个小团体 即便大家都是一个班的 同一宿舍的关系也要比其他宿舍的关系更好 这是必然的 当宿舍从一个升级成两个之后 自然会出现抱团现象 当素人嘉宾抱团之后 他们就会互相帮助 谁会成为好助攻 谁会成为两个宿舍连接的桥梁 这些会让节目更有看点 第四 节目时长很长 一般情况下 大家看恋宗都会有这样的吐槽 那就是闲谈恋爱的内容太短了 在节目播放的过程中 一旦要是镜头期观察师太频繁的时候 就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说白了 当观众磕CP磕上头之后 总是觉得自己磕的那一对镜头少 看不够 为了能让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 这一季的首期直接升级成了上中下三期 加起来将近四个小时 后期的内容不知道是上下两集还是上中下三集 反正首期是让人看得很过瘾的 大家都知道 心动的信号这档综艺除了正片之外 加更版也是非常精彩的 首期的加更版已经更新了 同样有上下两集 加起来有一个小时 如果要是正片加上加更版的话 这一季的每期节目足足有五个小时 这个节目时常看别两部大电影 绝对是能让观众看过瘾的 上面的四大升级都是非常有利于节目成为爆款的 不过 除了优点之外 这一季还有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极有可能让节目的口碑翻车 第五 好多学生 一档练宗有很多的在读大学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话实说 这一季的素人嘉宾有清华的 有北大的 可以说学历相当光鲜亮丽 听了就能让人挖声一片 不过 孙靖军和侯哥两个都是在读学生 双胞胎妹妹里 预交是应届毕业生 侯姐是马上要离职去留学的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没工作 说白了 这些人真的是来谈恋爱的吗 不知道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真不信 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会出现在读大学生 这些人经常都是来练宗录个脸圈点粉丝 为以后的发展铺路 这一季直接找了这么多这样背景的人 虽然他们的学历让人羡慕 也确实是非常优秀的择偶对象 但是放在现实生活中 还真不是大家的第一考虑 因为他们就不是抱着结婚为目的而来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让节目的口碑翻车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近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这样子们就会让这些误会有点转称的 练乱来的 我们就会让你来看看 并不容易的 对象 这些误会有点转称的